第37回梅浙兰追赶及时与传火夜闹寻扬江 诗曰壮士当场斩义能 虎持雄扑时堪惊 人逢喜事精神爽 花见羊河发育荣 江上不来生礼郡 劳成难免送功名 谁知颠沛存亡计 藩使洪涛纵巨经 话说当下宋江不和江五两银子激发了那个教师 只见这街阳镇上众人从中 钻过这条大汉 诺起双拳来打宋江 众人看那大汉时 怎生模样 但见花盖榜双龙捧像 紧包度二鬼征环 寻扬暗英雄豪杰 但到处便没遮拦 那大汉睁着掩喝道 这思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 来鞍着街阳镇上城墙 我已吩咐了众人修采他 你这思如何卖弄有钱 把银子赏他 灭鞍街阳镇上的威风 宋江应道 我自赏他银两 却干你甚事 那大汉揪住宋江喝道 你这贼配君赶回我话 宋江说道 做什么不敢回你话 那大汉提起双拳披脸打来 宋江躲个过 那大汉又追入一步来 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 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 从人背后赶将来 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 一只手提住腰胯 望那大汉肋骨上指一兜 踉枪一跤 颠翻在地 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 又被这教头指一脚踢翻了 两个工人劝住教头 那大汉从地上巴将起来 看了宋江和教头 说道 使得使不得 教你两个不要慌 一直往南去了 宋江且请问 教头高兴 何处人事 教头答道 小人祖冠河南洛阳人士 姓薛明勇 祖父是老种精悦 相贡障前军官 为阴误了同僚 不得生用 子孙靠使枪棒 卖药度日 江湖上淡唤小人 并大重薛勇 不敢拜问恩官高兴大明 宋江道 小可姓宋明江 祖官运城县人士 薛永道 莫非山东及时与宋公明吗 宋江道 小可便是 何足道哉 薛永听罢 便拜道 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圣寺文明 宋江连忙辅助道 少续三杯如何 薛永道 好 正要拜时尊严 小人无门得欲兄长 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 同宋江便往临近酒室内去吃酒 只见酒家说道 酒肉自有 只是不敢卖于你们吃 宋江问道 缘何不卖于我们吃 酒家道 却才和你们撕打的大汉 已使人吩咐了 若是卖于你们吃时 把我这店子嘟打得粉碎 我这里确实不敢误他 这人是此间接阳镇上一霸 谁敢过听他说 宋江道 既然嫩地 我们去修 纳斯必然要来寻闹薛永道 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 一两日间也来江州相会 兄长先行 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 与了薛永 相辞了自去 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工人 也离了酒店 又自去一处吃酒 那店家说道 小狼已自都吩咐了 我们如何敢卖于你们吃 你往走 干自费力 不计事 他近着人吩咐了 宋江和两个工人都则生不得 连连走了几家 都是一般话说 三个来到市烧尽头 建了几家打火小客店 正带要去投诉 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 宋江问时 都到他以着小狼连连吩咐去了 不许安着你们三个 当下宋江见不失话头 三个便拽开脚步 往大路上走 看看见一轮红日低坠 天色昏晚 但见木烟迷远秀 寒雾所长空 群星拱号月真辉 绿水供青山斗壁 书林古寺 树生中运悠扬 小浦渔州 几点蚕灯明灭 之上紫龟提叶月 园中粉蝶塑花丛 宋江和两个工人 见天色晚了 心里越慌 三个商量道 没来由看是枪棒 误了这思 如今闪的前部八村 后部着电 却是头那里去速是好 只见远远的小路上 望见格林深处射出灯光来 宋江见了道 乌那里灯火明处 必有人家 折磨怎的赔个小心 借宿一夜 明日早行工人看了道 这灯光处 又不在正路上 宋江道 莫奈何 虽然不在正路上 明日多行三二里 却打甚么不紧 三个人当时落路来 行不到二里多路 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 宋江看那庄院时 淡见 前邻村雾 后已高刚 树行杨柳绿寒烟 白请桑麻清待雨 高笼上牛羊城镇 方堂中 额压成群 正是 家有道梁鸡全宝 家多书籍子孙贤 半晚宋江和两个工人来到庄院前敲门 庄客听得出来开门道 你是圣人 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 宋江陪着小心达道 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 今日错过了宿头 无处安歇 欲求贵庄借宿已消 来早一粒拜那房金 庄客道 既是嫩地 你且在这里少待 等我入去报之庄主太公 可容极歇 庄客入去通报了 傅翻身出来 说道 太公相请宋江和两个工人到里面草堂上 参见了庄主太公 太公吩咐叫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 就与他们些晚饭吃 庄客听了 引去门首草房下 点起一碗灯 交三个协定了 取三分饭是羹汤菜书 教他三个吃了 庄客收了碗碟 自入里面去 两个工人到 雅思 这里又无外人 一发除了行家 快活睡一夜 明日早行宋江道 说的是当时依允 去了行家 和两个工人去房外敬首 看见星光满天 又见打卖场边 屋后是一条村庇小路 宋江看在眼里 三个敬了手 入进房里 关上门去睡 宋江和两个工人说道 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 留俺们歇这一夜 正说间 听的庄里有人点火把 来打卖场上 一到处照看 宋江在门缝里张时 见是太公 掩着三个庄客 把火一到处照看 宋江对工人道 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 渐渐都要自来照管 这早晚也未曾去睡 一地里亲自点看 正说之间 只听得外面有人叫 开庄门 庄客连忙来 开了门 放入五七个人来 围头的手里拿着坡刀 背后的都拿着刀插棍棒 火把光下 宋江张看时 那个提坡刀的 正是在阶阳镇上 要打我们的那汉 宋江又听的那太公问道 小狼 你那里去来 和圣人私打 日晚了 拖枪拽棒 那大汉道 阿爹不知 哥哥在家里吗 太公道 你哥哥吃得醉了 去睡在后面亭子上 那汉道 我自去叫他起来 我和他感人 太公道 你又和谁合口 叫起哥哥来时 他却不肯甘休 又是杀人放火 你且对我说这缘故 那汉道 阿爹你不知 今日镇上一个 使枪棒卖药的汉子 可奈纳斯 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 便去镇上撇合卖药 交使枪棒 被我都吩咐了镇上的人 分文不要与他赏钱 不知那里走出一个囚徒来 纳斯好汉出奸 把无两银子赏他 灭暗接阳镇上威风 我正要打纳斯 贪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 打了一顿 又踢了我一脚 至今腰里还疼 我已叫人四下里 吩咐了酒店客店 不许着这司门吃酒安鞋 先交纳斯三个金也没存身处 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 赶将去客店里 拿着那卖药的来 近期里打了一顿 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 明日送去江边 捆作一块抛在江里 出那口鸟气 却只赶这两个工人压的囚徒不着 前面又没客店 竟不知头那里去诉了 我如今叫起哥哥来 分头赶去 捉拿这司太公道 我儿羞嫩的短命下 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 却干你甚事 你去打他作甚吗 可知道着他打了 也不曾伤众 快依我口便罢休 叫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 他肯干罢 又是去害人性命 你依我说 且去房里睡了 半夜三更 莫去敲门打户 激恼村方 你也激些阴德 呐喊不顾太公说 拿着泼刀 进入庄内去了 太公随后也赶入区 宋江听罢 对工人说道 这般不巧的事 怎生是好 却又撞在他家投诉 我们只已走了好 躺货这司得知 必然吃他害的性命 便是太公不肯说破 庄客如何敢瞒 难以遮盖 两个工人都道 说的是 事不宜迟 及早快走宋江道 我们修从大路出去 多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 两个工人挑了包裹 宋江自提了行家 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 三个人便趁星月之下 望林墓深处小路上只顾走 正是荒步择路 走了一个更次 望见前面满木炉花 一派大江 滔滔浪滚 正是来到寻阳江边 有失为政 撞入天罗地网来 宋江时简时堪哀 才离黑煞凶神难 又遇丧门百虎灾 只听得背后大叫 贼配君修走 火把乱鸣 风吹胡哨赶将来 宋江只叫得苦道 上仓就已就泽个 三人躲在芦苇丛中 望后面时 那火把渐进 三人心里越慌 脚高不低 在芦苇里撞 前面一看 不到天尽头 早到地尽处 定目一观 看见大江拦截 侧边又是条阔岗 宋江仰天叹道 早知如此的苦 毁没先知 只在梁山博也罢 谁想直断送在这里 丧了残生 后面的正吹风胡哨赶来 前面又被大江阻当 宋江正在危急之际 只见芦苇丛中 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 宋江见了 便叫 烧工 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 俺与你十两银子 那烧工在船上问道 你三个是什么人 却走在这里来 宋江道 背后有强人打劫 我们一昧地撞在这里 你快把船来渡我们 我与你些银两 那烧工听得多余银两 把船便放拢来到岸边 三个连忙跳下船去 一个工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 一个工人便将水火棍撑开了船 那烧工一头搭上炉 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 心里暗喜欢 把炉一摇 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 岸上那火赶来的人 早赶到滩头 有十数个火把 围头两个大汉 各挺着一条坡刀 随从有二十余人 各执枪棒 口里叫道 你那烧工 快摇船拢来 宋江和两个工人坐一块 扶在船舱里 说道 烧工 确实不要拢船 我们自多与你些银子相谢 那烧工点头 只不应岸上的人 把船望上水 一一压压摇江去 那岸上这火人大喝道 你那烧工不摇拢船来 教你都死 那烧工冷笑几声 也不应 岸上那火人又叫道 你是那个烧工 只能大胆不摇拢来 那烧工冷笑应道 老爷叫做张烧工 你不要摇我鸟 岸上火把丛中 那个长汉说道 原来是张大哥 你见我弟兄两个吗 那烧工硬道 我又不瞎 做甚么不见你 那长汉道 你既见我时 且摇拢来和你说话 那烧工道 有话明朝来说 趁船的要去得紧 那长汉道 我弟兄两个 正要捉着趁船的三个人 那烧工道 趁船的三个 都是我家亲眷 一时父母 请他归去吃完板刀面了来 那长汉道 你且摇拢来 和你商量 那烧工又道 我的一范到摇拢来把与你 到乐意 那长汉道 张大哥 不是这般说 我弟兄只要捉着囚徒 你且拢来 那烧工一头摇拢 一面说道 我自好几日接的这个主顾 却是不摇拢来 道吃你接了去 你两个只得羞怪 改日相见 宋江在船舱里悄悄地和两个工人说 也难得这个烧工 救了我们三个性命 又与他分说 不要忘了他恩德 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 却说那烧工摇开船去 离得江岸远了 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 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 宋江道 惭愧 正是好人相逢 恶人远离 且得拖了这场灾难 只见那烧工摇着鲁 口里唱起湖州歌来 唱道 老爷生长在江边 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划光来趁我 临行夺下一金砖 宋江和两个工人听了这首歌 都酥软了 宋江又想道 他是唱耍三个正在舱里一轮未了 只见那烧工放下鲁 说道 你这个撮鸟 两个工人 平日最会诈害做私伤的人 今夜却撞在老爷手里 你三个确实要吃板刀面 确实要吃馄饨 宋江道 家长休要取消 怎的换做板刀面 怎的是馄饨 那烧工睁着眼道 老爷和你耍身鸟 若还要吃板刀面时 俺有一把泼锋野丝块刀在这黄板底下 我不销三刀五刀 我只一刀一个 都堕你三个人下水去 你若要吃馄饨时 你三个快脱了衣裳 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 宋江听罢 扯定两个工人说道 却是苦也 正是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那烧工鹤道 你三个好好商量 快回我话 宋江答道 烧工不知 我们也是没奈何犯下了罪 迭配江州的人 你如何可怜贱 饶了我三个 那烧工鹤道 你说什么闲话 饶你三个 我半个也不饶你 老爷换作有名的狗脸张爹点 来也不认得爷 去也不认得娘 你便都闭了鸟嘴 快下水里去 宋江又求告道 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 衣服等下 尽属于你 只饶了我三人性命 那烧工便去黄板底下 摸出那把鸣黄板刀来 大喝道 你三个要怎的 宋江仰天叹道 未因我不敬天地 不孝父母 犯下罪责 连累了你两个 那两个工人也扯住宋江道 鸭丝 爸 爸 我们三个一处死修 那烧工又喝道 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 便跳下江里去 跳便跳 不跳时 老爷便跺下水里去 宋江和那两个工人抱作一块 恰代要跳水 只见江面上一一压压鸣声响 宋江探头看时 一只快船飞 也似从上水头摇江下来 船上有三个人 一条大汉手里横着拖叉 立在船头上 烧头两个后生 摇着两把快鸣 星光之下 早到面前 那船头上横插的大汉便喝道 前面是什么烧工 赶在当岗行事 船里货物 见者有分 这船烧工回头看了 慌忙硬道 原来却是李大哥 我指导是谁来 大哥又去做买卖 只是不曾带且兄弟大汉道 是张大哥 你在这里又弄得一手 船里什么行货 有些有水吗 烧工答道 教你得知好笑 我这几日没道路 又赌书了 没一闻 正在沙滩上闷坐 岸上一伙人赶着三头行货 来我船里 却是鸟两个工人 解一个黑矮囚徒 正不知是那里人 他说到迭配江州来的 却又向上不带行家 赶来的岸上那伙人 却是镇上穆加哥两个 定要讨他 我见有些有水吃 我不还他船上那大汉道 多 莫不是我哥哥宋功名 宋江听得声音私熟 便苍礼叫道 船上好汉是谁 就宋江泽个 那大汉诗经道 真个是我哥哥 早不做出来 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 星光明亮 那立在船头上的大汉 不是别人 正是 家住寻阳江谱上 最称豪杰英雄 眉浓眼大 面皮红 姿虚垂铁线 与话若同钟 林林身躯长八尺 能挥力减双风 冲拨月浪力齐功 卢州生李俊 绰号混江龙 那船头上立的大汉 正是混江龙李俊 背后船烧上两个摇鲁的 一个是出动焦铜威 一个是翻江渗铜猛 这李俊听得是宋功明 便跳过船来 头里叫火道 哥哥惊恐 苦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 误了人兄姓名 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 照船出来 江里感谢思严 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 那烧宫呆了半赏 坐声不得 方才问道 李大哥 这黑汉便是山东 及时宇宋功明吗 李俊道 可知是厉 那烧宫便拜道 我那爷 你何不早通个大明 省得照我做出胆事来 争歇而伤了人兄 宋江问李俊道 这个好汉是谁 高姓何名 李俊道 哥哥不知 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 原是小姑山下人士 姓张 明衡 绰号 传火 专在此巡洋江 坐这件稳善的道路 宋江和两个工人都笑起来 当时两只船并着摇 奔摊边来 揽了船 苍礼服宋江并两个工人上岸 李俊又与张衡说道 兄弟 我常和你说 天下一时 只除非山东及时雨 运程送鸭丝 今日你可仔细认看张衡扑翻身 又在沙滩上拜道 望哥哥数兄弟罪过 宋江看那张衡时 弹剑 七尺身躯三脚眼 恍然赤发红精 寻阳江上有声鸣 冲波如水怪 月浪似飞精 恶水狂风都不惧 蛟龙剑处魂精 天叉烈宿害生灵 小姑山下柱 传火号张衡 那烧公传伙张衡拜罢 问道 一时哥哥为何是配来此间 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 今来迭配江州 张衡听了说道 好叫哥哥得知 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 长得便是小弟 我有个兄弟 却又了得 浑身血练也似一身白肉 得四五十里水面 水底下浮得七日七夜 水里行疑似一根白条 更兼一身好武艺 因此人起他一个名 换作浪里白条张顺 当初我弟兄两个只在杨子江边 做一件一本分的道路送江道 愿文则个张衡道 我弟兄两个 但赌输了时 我便先架一只船 渡在江边近处坐私渡 有那一等客人 攀神贯百钱的 又要快便来下我船 等船里都坐满了 却教兄弟张顺 也扮作单身客人 背着一个大包 也来衬船 我把船摇到半江里 歇了卤 抛了定 插一把板刀 却讨船前 本和五百足前一个人 我便定要他三贯 却先问兄弟讨起 叫他假意不肯还我 我便把他来起手 一手揪住他头 一手提定腰胯 扑同地窜下江里 抬头而定要三贯 一个个都惊得呆了 把出来不迭 都脸得足了 却送他到屁镜处上岸 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 走过对岸 等没了人 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那时我两个只靠 这间道路过日送江道 可知江边多有主顾 来寻你私渡 李俊等都笑起来 张衡又道 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 我便只在这寻阳江里 做些私伤 兄弟张顺 他却如今自在江州 做卖鱼牙子 如今哥哥去时 小弟寄一封书去 只是不识字 写不得李俊道 我们都去村里 央个门馆先生来写 留下同微 同盟看了船 三个人跟了李俊 张衡 五个人投村里来 走不过半里路 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 张衡说道 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 李俊道 你说悟谁弟兄两个 张衡道 便是镇上那穆加哥两个 李俊道 一发叫他两个来拜见哥哥 宋江连忙说道 使不得 他两个赶着要捉我 李俊道 人兄放心 他弟兄不知是哥哥 他意识我们一路人 李俊用手一招 胡哨了一声 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江来面前 看见李俊 张衡都供奉着宋江 做一处说话 那弟兄二人大惊道 二位大哥却如何与这三人私熟 李俊大笑道 你道他悟谁 你道他悟谁 那二人道 便是不认的 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纳使枪旺的 灭暗镇上威风 正带要捉他 李俊道 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 山东及时与运程送压司功名哥哥 你两个还不快拜 那弟兄两个撇了坡刀 扑翻身便拜道 文明久矣 不期今日方得相会 却才甚时貌毒 犯伤了哥哥 忘起怜悯恕罪 宋江扶起二位道 壮士 愿求大名李俊便道 这弟兄两个父父 是此间人 姓慕明红 绰号梅遮兰 兄弟牧春 换作小遮兰 使街阳镇上一霸 我这里有三霸 哥哥不知 一发说与哥哥知道 街阳领上领下 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 街阳镇上 是他弟兄两个一霸 巡阳江边做私伤的 却是张衡 张顺两个一霸 以此为之三霸 宋江答道 我们如何省的 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 忘起放还了薛勇慕红笑道 便是使枪棒的纳斯 哥哥放心 随即便教兄弟牧春 去取来还哥哥 我们且请人兄 到毕庄府里请罪 李俊说道 最好 最好 便道你装上去 慕红叫庄客这两个 去看了传之 就请童威 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 一面又着人去庄上豹枝 置办酒食 杀羊宰猪 整理炎炎 一行众人等了童威 童猛一同取入头庄上来 却好五更天气 都到庄里 请出木太公来相见了 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 宋江看纳木红石 端的号表人物 但见面似银盆 身似玉 投缘演戏没单 微风凛凛逼人寒 林官离豆腐 又剩下天官 武艺高强心胆大 阵前不肯空还 功成也占夺起番 木红真壮事 人好没遮拦 宋江与木太公对座说话 未酒 天色明朗 木春已娶到病大虫 薛永进来 一处相会了 木红安排延席 管带宋江等众位饮宴 当日 众人在席上 所说各自经过的许多事物 至晚 都留在庄上素鞋 次日 宋江要行 木红那里肯放 把众人都留庄上 陪侍宋江去镇上闲玩 观看佳阳市村井一遭 又住了三日 宋江怕没了县次 坚毅要行 木红并众人苦留不住 当日做个送路研习 次日早起来 宋江坐别木太公 并众位好汉 林行吩咐薛永 且在木红处住几时 却来江州 再得相会 木红道 哥哥但请放心 我这里自看过他 取出一盘金银 宋与宋江 又激发两个工人歇银两 林栋深 张衡在木红庄上 央人修了一封家书 央宋江赋予张顺 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 一行人都送到寻阳江边 木红叫之船来 取过先头行李下船 众人都在江边 安排行家 取酒时上船践行 当下 众人撒泪而别 李俊 张衡 木红 木春 薛永 同威 同蒙一行 都回木家庄 分别各自回家 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工人下船 投江州来 这烧工非比前番 拽起一番风棚 早送到江州上岸 宋江依钱带上行家 两个工人取出文书 挑了行李 直至江州府前来 正值府隐声听 原来那江州知府 姓蔡 双明德章 是当朝蔡太师蔡经的第九个儿子 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 那人围观贪烂 坐视娇奢 为这江州是个前梁浩大的去处 亦且人广勿胜 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 当时两个工人当听下了公文 压宋江头听下 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飞俗 便问道 你为何加上没了本周的风皮 两个工人告道 于路上春雨淋漓 却被水师坏了 知府道 快写个贴来 便送下城外劳城营里去 本府自拆工人压借下去 这两个工人就送宋江 到劳城营内交歌 当时将州府工人积了文贴 兼押宋江并同工人出周牙前 来酒店里买酒吃 宋江取三两来银子 与了江州府工人 当讨了收管 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在喉 那工人先去对管营 拆拨处替宋江说了方便 交歌讨了收管 自回江州府去了 这两个工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 千筹万谢 相辞了入城来 两个字说道 我们虽是吃了惊恐 却赚了许多银两 自到州牙府里伺候 讨了回文 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 话里只说宋江幼字央美人情 拆拨到单身房里 送了十两银子与他 管营处幼字加倍送银两并人士 营里管事的人 并使唤的军舰人等 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 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 少客 引到点事厅前 除了行家参见 管营已得了贿赂 在厅上说道 这个新配道犯人宋江听着 先皇太祖武德皇帝圣旨势力 但凡新入流配的人 须先吃一百沙威棒 左右 与我捉取背起来 宋江告道 小人鱼路感冒风寒时症 至今未曾全可管营道 这汉端的似有病的 不见他面黄肌瘦 有些病症 且与他全行记下这顿霸 此人既是县里出身 说他本营超市房 做个超市 就实立了文案 便交发去超市 宋江泄了 去单身房取了行李 到超市房安顿了 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 都买酒来与他庆贺 此日 宋江只被酒食与众人回礼 不时间又请拆拨 排头地杯 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 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 自落地结识他们 住了半月之间 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 自古道 事情看冷暖 人面竹高低 宋江一日与拆拨在超市房吃酒 那拆拨说与宋江道 贤兄 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立人情 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 今已一寻之上了 他明日下来时 虚不好看 连我们也无面目宋江道 这个不妨 那人要前不与他 若是拆拨哥哥弹药时 只顾问宋江去库房 那节级要时 一闻也没 等他下来 宋江自有话说 拆拨道 鸭斯 那人好生厉害 更坚守脚了得 躺货有些言语高低 吃了他些羞辱 却道 我不与你通知宋江道 兄长由他 但请放心 小可自有措置 敢是宋些与他 也不见得 他有个不敢要我的 也不见得 正嫩的说未了 只见排头来报道 节级下在这里了 正在听上大发作 骂道 新道配君 如何不送 长礼前来与我 插播道 我说是吗 那人自来 连我们都怪宋江笑道 拆拨哥哥羞罪 不及陪事 改日再得作悲 小可且去和他说话 荣日再会 插播也起身道 我们不要见他 宋江别了插播 离了超市房 自来点是厅上 见这节级 不是宋江来和这人私见 有分教 江州城里 翻为虎窟狼窝 十字街头 变作尸山血海 直教壮破天罗归水浒 掀开地往上梁山 毕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 怎么相见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